神秘空難原因成為 空中解體大爆炸 今次出事的就是片中同型號的波音777 這架機在航空界出名的安全系數高 究竟今次空難的原因是什麼呢 為什麼連求救信號都收不到呢 波音777有多種通訊裝置 遇到突發的情況可以用不同形式求救 除了衛星還有兩種無線電通訊頻譜 分別裝了個範圍達到402公里的甚高頻段系統 同兩個1600公里的高頻段系統 譚文豪說所有通訊裝置同時失靈的機會極微 可能發生了劇變令機師來不及求救 可謂偵視儲存不到 機器又喊不到 如果要做防禦器 機器真的要跟進一個 對美麥可供應用的東西 他說就算是失事聚毀 系統都會自動發出求救信號 今次連信號都沒有 是激不尋常 林光宇都認為 客機突然在雷達消失 有可能是空中解體 美國CNN也訪問了多個航空專家 他們說當時是自動巡航階段 機師經驗路道 政府機師分別有超過18000和2700小時的飛行時間 777有更先進 今次空難不尋常 擔心是09年發航空難的翻版 這種5年前的空難發航477航班 原定由巴西飛去法國 但突然在雷達消失 搜索幾天 才正在巴西聖貝德羅 和聖波羅島最附近墜毀 機上228人全部離難 兩年之後 才找回部分殘骸和遺體